喂!SGC又回來講戲 今天講什麼?無間道 又是多德FOX INTERNAL的頻道做這件事 那我才有在戲院看的 想知道多點,下面看就行 導演是劉偉強 和麥小輝 這部電影是02年出的 所以都很久了 你沒看,一定要去看 這部電影是哪位呢? 最大名的那四位 劉德華、梁朝偉、王秋生 和曾志偉 那這部電影是說什麼呢? 劉德華是一個黑社會 入了警署的臥底 梁朝偉是一個警察 入了黑社會 這部電影是說王秋生 一個警察,要打敗曾志偉 一個黑社會的人 整部電影是說 這兩個臥底如何幫到他 那些高層可以抓到人 或者送毒品 那這部電影有什麼好看的呢? 第一,這部電影是經典都沒有的了 我看了這麼多次 我都不會悶 這次還在戲院看 真是超棒 正得來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沒看過呢? 簡單故事內容 真是玩臥底 玩到懶 其實02年出的時候 這部電影是很震撼的 可能之前是沒有這樣的 層級的電影 之後出完這部電影 很多電影都想 用這個格 或是想像無間道 故事內容真是很簡單 我呢? 全部人做都說服力很高 劉德華做一個正義的警察 或者是梁朝偉做一個 射到懶的臥底 想快點離開這個臥底世界 然後有黃秋生做一個真是要抓人 然後曾智偉做一個黑社會大佬 真是很大說服力 然後我覺得呢 這次看回呢 留意了很多東西的 例如啦 音響這方面呢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看那間戲院 他們的音響 可能出了一些問題 還是02年 你去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的音響一模一樣 就是問題就是 有時候 這些音響會很大聲 即是會是 都是那個 那個幕 但是音響會突然 激大大聲 然後掉下來大聲 我就不會覺得 導演是想做到這樣的聲音 因為我覺得很不好聽的 因為如果你慢慢的聲音 或者這樣都很激 但是它就蹦 然後就 可能又醒了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就有些問題 可能我聽的音響就不同了 但是 但我不記得了 之前我看過就沒有記得 這個音響 那麼高大音 但是說音響得來呢 我覺得 這部電影我沒有留意 就是原來它用音響 做一個atmosphere 是很依靠音響的 即是會很激你 就無緣的音響很激你 很激你很激你 我就真的看過這麼多戲 但我記得了 我覺得音響其實有些 不用那麼激烈的 所以我覺得 你那個幕 是真的都很緊張 然後你加一點點 都不用那麼大聲 所以我也是找回一個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 那幕 即是他們講電話 那幕應該是否那麼大聲 還是怎樣 第二樣東西 就是留意到 就是很多小動作 或者是很多 故事內容的東西 他們是 講一點點 就以後不會再講 例如好像 陳冠希做 剛剛出來 那裡有幾個人 跟他喝那個 不知是敬酒還是什麼 做黑社會的 警察臥底 那些都去哪裡 如果故事內容 可以講這些 但真的會覺得 會很 嘩 為何沒有說呢 或者黃秋生 下樓之前 他跟梁朝偉 說了一句 但真的沒有說 例如這些 或者杜汶澤吃了死鬼 這些東西 就沒有拉長得很長 但很快就 嘩 講一句就過去了 例如杜汶澤那個 吃死鬼 我是真的沒有留意到 依然是一個 可能我是 沒有留心聽到對白 還是什麼 但是他講了一次的對白 就沒有再講 那我就覺得 原來是這樣嗎 可能問題就是 有些事情 我會覺得 毛禁道是真的做得好 就是 他是focus 是真的講回臥底世界 但卡拉卡 那些東西 就沒有講太多 但我覺得 如果他們講少少 會好好的 杜汶澤那個 我覺得 沒有可能一句對白 就可以搞定了 我覺得會拉長一點 才真實一點 還有入神一點 然後這部電影 我看了幾多次 我都覺得 一開始 劉德華和梁朝偉的 音響譜是超棒 那些對白 那些默契是超棒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兩位 真的 故事內容整得 就是他們一開始 是看到對方 最後才看到對方 我覺得這個音的技術 是做得很好 所以導演的 是做得很好 那就差不多講完 我覺得這部電影 是沒有什麼不好的 可能 音響那裡 就有少少問題 但是真的 演技啊 故事內容 其實很多東西 都沒有說 有沒有可能 或者都不合理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這種電影 至少會更合理 就是 你現在看回這段 那些警察片 很多東西都 硬來 但是那個格 就好像很認真 很認真 但是那個爛尾 或者中途 那些故事內容 就不知去了哪裡 所以我覺得 你要學回這兩位 導演做一些 Focus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部電影 是說什麼 就Focus這兩樣東西 不要加那麼多東西 或者故事內容 不要弄到那麼瘋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最厲害的 就是沒有弄到太瘋 因為例如剛才我說 我想要多些 但是你多 可能很多 或者少了頭 就是這個多可以弄到 哇 故事內容去了哪裡 就是會 會太多層次 或者太亂 但是他們就簡單得來 這裡就是做到一個 就是臥底片 然後是正到沒有 然後呢 就是現在都看 就是你2014看回 沒有問題 真的還好看 所以我是 真的推薦 你未看你一定要看無間道 對 就是整天都這麼說 有話想說就留在下面 我就最快就回答你 對 那就講完這套無間道了 再見